大家看,这可是个重磅新闻啊 演艺圈的女模特造反了 大家看,这是幸福教肃2023年女子模特大点赛 当主持人刚刚宣布结束的时候 这个女模特把她的两只高跟鞋都脱了下来砸向了主持人 大家看,这个健身模特的旗袍都改革开放到快到腰的位置了 当宣布结束的时候,这个模特一看没戏了 把她的两只高跟鞋都砸向了主义台的主持人 被保安轰了下去 而且她还在喊着,你这个臭流氓 看看又上去一个保安,又跳过去一个保安 显然保安池不是让她再多喊什么 不然的话,不把领导的丑事都张扬出去了吗 弄不好,这位领导可能还被双规了 大家看看,接连上去几个保安 领导慌了,赶紧让她住嘴 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还要给这个女子点个赞呢 她还是有造反精神的 有多少演艺圈的女子们,就包括那些大牌明星们 没有被兑现承诺的时候 他们有苦不敢诉,有冤不肯伸 有泪只能偷偷地自己往肚子里咽 其实就包括中共的官场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拿二十万到局长家去了 往局长做的声音一摔 局长说,明天这个科长就是你的了 可是第二天宣布的结果,科长不是他的 为什么?因为在他走之后,有人又拿了五十万六十万 先去的这个人白兴奋了一宿,又搭了二十万 真是赔了夫人又遮兵啊 那么这个模特显然也是这种情形 只不过他们交易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吧 看这情形 幸福江苏2023年模特女子大赛肯定不会就此收场的 估计接下来还会有好戏 我们会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 并跟大家做出及时的报道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见